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娱乐新世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蜜甲 这一集呢 我们带大家来到了位在北台湾的基隆 如果呢 来到了基隆啊 大家只知道逛基隆夜市的话 那么你可就落伍咯 这一集呢 蜜甲要带大家一块来体验 夏天这边啊 非常有名的夜调小广活动 还要带大家去品尝有基隆低位之称的 飞鱼软水饺 还要带大家到碧沙鱼港去 采买当季最新鲜的鱼货哦 想跟蜜甲来到基隆一块逛鱼港吃海鲜吗 我们现在呢 就出发咯 走吧 基隆位于北台湾 三面环山 仅北面一处迎向大海 形成了一处天壤港湾 自古以来 基隆就是北台湾著名的两港 基隆附近海域有洋流经过 形成了良好的渔场 带动了基隆地区的渔业发展 让基隆成为北台湾重要的渔获生产地 许多的民众来到基隆呢 都会来到碧沙鱼港购买新鲜的海鲜 而究竟为什么碧沙鱼港的海鲜这么受到民众欢迎呢 这个问题当然要问一下我们基隆区一会的谢总干事 总干事你好 你好 总干事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碧沙鱼港的海鲜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 因为我们碧沙鱼港的第一个 非常的临近台北都会区 交通很方便 第二个我们这个港口的设施呢很完善 停车还有散步的空间很大 都很适合大家来这里旅游 第三个我们临近北方这些彭家鱼的渔场很近 这个非常好的渔场呢 生产了大量的多种的鱼呢 都送到巴斗斯渔港 然后直接就送到我们的直销中心来卖 或者是提供给大家的料理 所以大家很喜欢在这里吃这种新鲜美味 那第三呢我们海工号呢未来呢 也会再做一番新的整修 让大家呢能够有机会到海工号上面来参观 我们在碧沙鱼港呢 有非常辽阔的这个腹地 像青青草原是全球最大的一块草地 在假日可以带我们的小孩子的小朋友来这里放风筝 来这里踏金都是很好的一个活动 总监事我们除了来到碧沙鱼港啊 可以购买一些新鲜的海鲜之外 可以再建议许多观众朋友来这边该怎么玩吗 在碧沙鱼港呢有很多的游艇 我们呢可以搭船到基隆里去观光 特别是在三四月的基隆里的百合花盛开 非常的漂亮 使得大家的登岛去游览一番 再来就是我们也可以搭娱乐游船出海去钓鱼 或者看我们基隆特有的灯火游业 晚上呢看夜访所管 这个节目呢是非常让大家能够体验到 这种游乐呢是跟大家平常在陆地生活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趟很值得大家来游乐的一个自信之旅 来到碧沙鱼港 你这样当然要来到这个文明全台的碧沙鱼港鱼货直销中心 亲自感受海辣辣海味的魅力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密江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基隆陛沙鱼港的游货直销中心 大家看一下超多人的 你们知道吗 每到假日的时候啊 这边总会吸引大批的观光客来这边购买新鲜的游货 那么到底在陛沙鱼港有哪些新鲜的海鲜呢 我们现在啊就进去寻宝咯 走吧 哇塞 这边好多海鲜哦 我问一下老板 老板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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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您好多那种最新鲜的海鲜对不对 对 老板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赖尿虾 赖尿虾 赖尿虾 对 它是香港话 不是它会尿尿哦 那为什么它又叫做赖尿虾 因为广大话叫赖尿虾 赖尿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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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我们一般吗 就是在海鲜店我们可以吃到这样的赖尿虾 可以啊 都是怎么料理会比较好吃 它这个做椒盐的 椒盐的 对 椒盐 椒盐 就是大贵 哦 大贵的 我以为是椒盐的大贵 不是椒盐 不是椒盐 是椒盐 老板娘旁边这个叫做 它原色比较不一样 这也是赖尿虾 对 因为它有一节一节的纹路 所以又叫做 斑结赖尿虾 还是这个斑马赖尿虾啊 我很好奇 我什么要装这宝特冰里面啊 是要拿去回收吗 不是 因为它比较有攻击性 所以要把它关起来 这个叫迅蟹 什么 迅蟹 迅蟹 台湾人叫迅蟹 又有人叫做 豆腿乳 豆腿乳 我们这样看 以为这边是头对不对 不错 它的头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头在这里 这个是眼睛 所以它头尾看起来就好像颠倒 对 所以叫做豆腿乳 通常一般都是怎么去料理 这也新鲜的东西就是 只要清蒸就很好吃 那可以蒸蒜 也可以煮味蒸汤 其实啊 我在毕小鱼港这边 除了我们可以一边 买好吃的鱼菇带回去 自己料理之外 这边好像有 买一买对面 我们这边有代客喷子 代客料理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边 如果想要 现买现吃的话 旁边呢 就有餐厅 超方便的 就可以帮我们 带回料理了 所以呢 欢迎大家到地下鱼港湾 对 航海啊 这边现买现煮 心心又死腿 对 八斗子鱼港 位于基隆最东侧的夹角 是一个天然的港湾 鱼过丰富 曾经啊 是北台湾远洋鱼业的作业基地 目前是以沿近海鱼业为主 主要的作业方式 有坟济网 龙具 岩神钓等 鱼具鱼法 今天呢 蜜角要带大家一块来体验的 就是钓索馆 钓索馆呢 可是基隆啊 在夏天的夜晚里 最夯最热门的一项 一项一页体验活动哦 那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呢 就赶快去找船长吧 走吧 这是我们今天的船长陈大哥 陈大哥你好 你好 陈大哥今天要带我一块出去夜钓 鎖管对不对 对对对 那可以帮我们大致介绍一下 今天整个行程的内容吗 呃 就是在我们巴多子 出去到20分钟 基隆鱼里面这里钓 哦 有鎖管跟白带鱼 那所以我们今天整个行程啊 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呢 三个多钟左右 三个多钟左右 哇 欸现在船是不是准备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 差不多差不多 那可以再帮我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啊 就是使用的那个鱼法是什么 鱼法就是 吊干 吊干一支钓 一支钓 所以这边 大游客一快出去体验 都是用一支钓 对对对 都是体验一支钓 可是 都是要选在晚上的时间出去吗 对 它这个 小管就是聚光性的鱼 跟白带鱼 聚光性的鱼 它有聚光性的 大概才会扣进来 村长 我看呢 今天天气还不错耶 我相信啊 我们一定可以有一个大丰收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准备 可以出发咯 可以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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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炎夏日何处去 来基隆夜钓锁管就对啊 听船长陈大哥说啊 基隆夜晚的海上 可是很热闹的 因为呢 可爱的锁管 到了晚上才会出来见客 所以很多渔民和钓客 都会在晚上出海捕捉锁管喔 我前面怎么看到远方啊 有一船很亮的光线耶 那是什么啊 那是放送往渔船 就是抓小管 批管的 你说前面那个也是 那有 那个是渔船 有两支那个竹竿千框 左右有两支吧 抓批管 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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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管就是小管 哦 从你讲这个角度来看 远方这样子看啊 有好几艘的船都是 灯打得非常的亮 那刚刚啊 对对对对 就是船长跟我们说 这是基隆这边啊 他们主要从事的一个渔业活动 叫做棒寿往渔船 对对对 主要是抓小管的 小管的 小管的 小管啦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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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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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原來漁民是利用鎖管的去光性 在晚上的時候將船開至定點 用強光照射海面 當鎖管好奇地湧向光源時 就可以用網子補過囉 在參觀完了燈火漁船 在海上作業的方式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啦 也就是夜調鎖管 那現在船長準備要帶著 我們一塊前往經驗的漁場出發去囉 走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 今天夜調鎖管的漁場了 那船長我們是不是在準備那個 對 我們都... 今天的漁工對不對 對 就... 要小管的夾耳 夾耳 像這個夾耳啊 它的顏色很鮮豔耶 對 很多種顏色 紅色 白色 黃色 那為什麼要用這麼艱艷的顏色 那它有會選顏色啊 不一定 有時候一天一天的吃的顏色不一定 所以顏色都要搭配 就是有經過搭配的喔 那上面啊 就是我剛剛有發現到 這個上面是它的魚溝的部分 這個魚溝是呈現倒溝的方式對不對 對啊 對啊 它被吃的時候就是這樣吸 到嘴巴刷牌的這樣吸 其實這樣辣一下它就中了 它就會中了 可是頭它 皮管頭是這樣啊 它這樣吸啊 它要吃肉 吃肉 現在我要開始power囉 速到3 1 2 3 YA 對對對 這樣就對了 左手要握緊 左手要緊 然後我們... 就... 放的時候 左手放的時候 要中間 中間 一邊壓著 拇指都挖 要中間 不要慢慢跑 不用摸到一塊 妳... 搭起來來看看 有中喔 有耶 拉起來 再攪起來 再攪起來 再中了 到妳 到這裡 到這裡 很大 太浪了喔 消防 手機 中 小防 中了 我們剛剛都噴出來 手機浪了 剛剛好了 像我今天手機很好那樣 我們剛剛漏完啊 一直到上溝的時候 才不到兩三分鐘的時間 對啊 在盤子溝 這裏的掉點呢 果然是非常好的一個掉點 手機很好 手機很好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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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短短的幾分鐘之內 就掉到第一尾今天的鎖管了 我相信呢 這是一個好兆頭 那現在啊 我開始 就是我的第二竿 看看呢 我們是不是像第一次一樣 這麼好 欸 又在動了 又在動了 根子又在動了 再攪 慢慢聊 慢慢聊 不要再過來 慢慢 你的手機已經很好了 拉起來 哇 妳啊 妳要跟我手抓起來 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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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拉起來 阿 妳啊 妳的手機太好了 還在噴水 哇 這隻還蠻大的耶 妳的手機捐好了 我想先先先 真的非常的謝謝你 教我這麼多釣魚的一些技巧 對啊 我相信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加菜了 但希望各位觀眾朋友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可以來到基隆這邊 體驗業料的樂趣 對… 那我們今天的業道賽成功對不對 對啊 結構了 那我們跟基隆比成功好不好 好 願意 來 耶 對 結構了 米獎回來問專家 才知道釣到的是套推不是鎖管 生產期也是在農曆的三至九月 同樣使用焚濟網 就可以捕捕到他們囉 每年春夏 飛魚群會從台灣東部由南向北 回遊至台灣東北海域產卵 漁民利用稻草編繫 讓飛魚產卵來蒐集飛魚卵 進行加工或研漬 深受掏客的歡迎 基隆區漁會運用美味的飛魚卵 開發了飛魚卵水餃 成為網友詢問度 和討論度相當高的精緻伴手禮喔 為了保育飛魚資源 漁業署對飛魚卵的財布 有總量管制的限制 而由基隆區漁會 所推出的飛魚卵水餃 在網路上是超高人氣的海鮮產品喔 那麼究竟飛魚卵水餃好吃的美味在哪裡呢 米獎現在就帶大家進去一塊找找囉 走吧 哇 這些都是包飛魚卵水餃的餡料 看得到的我們很少肥肉 因為要健康一點油脂就不要太高 那裡面有豬肉有辛香料的蔥薑 還有調味料就這樣而已 這邊是我們的高梨菜打好的 那我們很堅持不要用進口的 因為進口的它的口感沒那麼好 它比較硬 那我們自己的台灣產的不管你是高山的啦 或者是雲林那邊的它都比較好吃 那介紹完了我們整個 巴水餃的原料之後呢 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開始包了 可以啊 要先把鮮料拌好就可以了 要把飛魚卵倒進我們的 高梨菜打拌勻 就是要一起就是混合攪拌 對 那事先呢 我們大部分的都放進來了 所以現在呢 我們把它放下去 它原來的配料呢 不是只有這麼一點點的 它是要三斤多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它拌開 飛魚卵水餃是應用新鮮飛魚卵 和精選的高麗菜和豬肉 以3比1的比例做成餡料 加入特製的調味料 成為它獨特口感的來源 首先呢 我們先挖一湯匙的餡料在裡面 然後呢 我們要沾水 為什麼要沾水 因為這個餃子皮是機器做的 那它有很多泰白粉在上面 如果你沒有沾水 它可能黏不住 這個餡料呢 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太少 你會包得起來沒錯 可是就很難吃 適中就可以了 然後中間捏起來 我們這個叫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有一個手勢 對 很吉祥 包水餃還真是一門學問 沒想到包水餃有那麼多配方 果然是樹葉有專攻啊 你講我還是不要不自量力 專心吃水餃就好了 等一下我們就繼續包 那我可以就是等待那個 試吃水餃的時間嗎 可以可以 那個留著自己吃好了 我先品嘗一顆 它吃起來有那個咔嚓的那個聲音 而且我們沒有加任何的 像是醬油啊 都沒有加對不對 你不用沾就這樣可以吃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建議民眾就是直接單吃對不對 吃它的原味 它用量真的太實在了 太好吃了 讚 基隆去一會的飛魚卵水餃 擁有海鮮原味的飛魚卵 可不是只有拿來做水餃喔 在基隆啊 有一位美食達人 用新鮮飛魚卵搭配上等白菜 調和出口味獨特的地方海味 飛魚卵泡菜 受到許多美食逃客的喜愛 究竟飛魚卵泡菜有多特別呢 魚醬當然要去給它品嘗一下囉 鍋肉板這些都是要做成 飛魚卵泡菜的原料對不對 對對 可以教我們你們都是怎麼樣做的嗎 可以 那首先我們是選用山東大白菜 山東大白菜 對 跟我們一般在外面買的那種白菜 有什麼不一樣嗎 一般是包心白菜做起來沒有口感比較軟 沒有山東大白菜那種脆度的口感 所以這個吃起來會比較脆的 對對對 然後我們切好以後就用醃漬 醃漬就是 醃漬 白菜是要拿去醃漬 對用鹽巴下去醃漬 醃漬兩個小時以後就變成這樣 變得比較軟 對對對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我們 胡椒的那個醬汁 獨家配方獨家醬汁 最重要的就是這一旁的各位 對對對 我要把這個加進去 啊這什麼這個可以介紹嗎 這個是白醋魚露 白醋跟魚露 魚露下去攪拌均勻 對對對 那這個是我們的鎮店之寶 就是飛魚卵 醬汁直接加上去 哇這個醬汁看起來很濃稠耶 而且好香喔 然後我們就好了時候 再加飛魚卵下去 再加飛魚卵 當然要醃多久 這時候攪拌了 大概醃漬一個禮拜 就是一個成品了 哇 你講今天來到這邊啊 應該是有一些成品吧 郭老闆 有有有 有是不是 那我可以試吃嗎 可以 那我現在要試吃囉 我先吃這個山東大白菜 有香甜然後酸 再帶點微辣的那個整個口感融合在一起 而且啊在嘴巴裡面有滿滿飛魚卵的鮮味 在嘴巴裡面這樣飄散開來 用山東大白菜啊 再加上獨特的一個醬料 做成了這個飛魚卵泡菜 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的獨特 而且很棒真的 那下次來到基隆啊 這個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伴手禮 那今天也非常的感謝我們郭老闆 謝謝你郭老闆 謝謝 謝謝你 來到了必煞魚港呢 除了可以購買各式各樣新鮮的魚貨 以及品嘗好吃美味的海鮮料理 在港區內完善的油氣資源 提供給大家假日休閒的新選擇 晚上呢還可以一快去體驗夜釀鎖管的活動喔 我是米獎 娛樂新世界我們下週再見囉 拜拜 這隻螃蟹好棒喔 好棒喔 好漂亮喔 它是水藍色的耶 這個是什麼啊 這是筆架 筆架 筆架 這個地上一顆一顆凸起來的 這個是什麼啊 像小火山 我覺得好好玩喔 這些都是馬祖這邊當地非常著名的美食 你看都正在那個膠原上面釣 釣光非常好 就是因為進入東北季風期的 所以釣魚也是要選時間的 對